主位法师 主位会长 理事 干部 大德同修 大家上午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刚刚讲六合镜 提到这个戒和同修 我们是团体 就像一个大家庭当中 要有家道 家规 家业 家学 家道当中我们提到了 五轮五常 四维八德 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就佛门来讲 师长选的这五个行门 其实就寒色四十九年 所说一切经 都没有离开这五个行门的教导 那我们看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要具体的去落实 那可能要落实的更细致到 我们每一天 人与人相处当中的一些细节里面去 甚至于是每天都会发生的情境 尤其师长讲了 修行的基础是三福 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那很可能其他的法 比方菩萨六度 普贤十愿 就学不上去了 所以敬业三福 第一福是人天福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始善业 第二福是小臣福 受持三规 聚足众戒 不犯威夷 所以代表我们人天福 没有好好去落实 那很难说是真正受持三规 因为三规是 皈依自性觉正境 我们连做人做事都不懂 那怎么随时回归性德呢 所以这个基础就显得很重要 第三福是大臣福 我们现在学大臣佛法 要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臣 劝尽行者 我们对父母都不能敬孝 我们这个菩提心发得出来 而六度 普贤行 这都是大臣 行门 都在三福 尤其第一福的基础上 那老和尚讲了 第一福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落实在地词规 持心不杀 落实在太上感应篇 修十善业 落实在十善业道经 而且师长讲了 十善业道经要落实得好 一定要有地词规跟太上感应篇的基础 就能落实得比较到位了 那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落实在地词规 我们想一想 一个人的行为 连父母老师都不放心 都还要为他操心 请问 他能够很好地去服务大众吗 他让父母老师都操心了 那他还能不让大众操心 不可能了 我们服务大众 就是希望能够爱护大众 利益大众 那孝养有一句话讲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我们现在做义工 我们要去爱护大众 那我们没有爱护好父母老师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而能够去爱别人 为之备得 违背性德 所以开发性德 佛家讲的 从哪里开发呢 地藏菩萨的表法 地藏菩萨叫 心地保障 开发心地保障 就是孝亲 尊师 我们读整部地藏经 最重要的两个表法 光木女 这个婆罗门女 光木女 对母亲的孝敬 她在母亲的这个因缘当中 更发广大愿 利益 生生世世的父母 利益众生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众生度敬 方正菩提 但她的基础是 首先是 对她自己父母的孝 然后敬 尊重老师 你看地藏经多一次 多次 释迦牟尼佛 摩地藏菩萨顶 交代 我灭度之后 到弥勒佛来 这一段时间 你要护好众生 不要让众生 多到恶道去 地藏菩萨 直下承担 佛陀 愿不有虑 你不要担心 都包在我的身上 让老师 很安心 所以我们 要去服务好大众 首先我们要 爱父母 爱老师 那爱也不能是 挂在嘴上的 这一份孝敬的心 一定会有具体的行为 出来 所以这一 七个即时 它所有的句子 都是地址会里面的句子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它整理出来呢 因为 这是我们每一天 在面对 尤其自己的父母 老师 或者是主管 你一定会 有要跟这些 经据相应的行为出来 假如这些行为没有出来 那一定让父母操心的 也会让领导操心 那我们就 有亏 我们当儿子的责任 本分 有亏当学生 有亏当下属的责任 况且我们出来 宏护正法 我们的信念是什么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我相信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愿 可是 比方说 陈德 我在做事的时候 忽略了这七个即时 那很多人开始操心了 很多人要帮我收拾残局 那我就给他们添麻烦了 那 以陈德自己来讲 我不是从小学传统文化的 也是二十几岁才学的 有很多基本功 还是不稳定的 还是常常会忽略掉 所以也得常常归零 来好好关照 这些很基础的 为人子 为人学生 为人下属 应该有的态度 应该有的行为 也是检验一下 自己做得到不到位 其实我自己一看 那还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 好 所以我们目标可以很远大 但是下手要在眼前很踏实 在高高山顶立 要深深海底去行 很接地气来做 我曾经有听过一个主管 这个董事长讲了 我现在找了一个秘书来 我感觉我这个董事长 变成秘书了 这个秘书变董事长了 变成我要追着他问事情了 因为秘书应该是 你来提醒董事长了 结果这些基本的态度 即使回应 即使汇报 不懂了 那就颠倒了 所以这些基本没有学 孝子 孝子 什么是孝子 好像颠倒了 孝顺儿子 孝顺女儿了 现在这个颠倒不是 父子关系颠倒 五轮关系他只要不学了 就倒过来了 所以这个君臣关系 人不学也不知道 也是要学 我们现在在团体里面 都有我们的君臣关系 我们是来给领导分忧解牢的 不是搞到最后这些我们都不懂 都没做到 最后领导是一个头 两个大 好 我们看的第一条 其实这个也是建立我们团体的共识 第一条 即使关怀 养父母之身 进一步 延伸到对一切人 这一句延伸到对一切人 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只笑你的父母 其他的人你都不理他 那变成什么 跟父母搞情职了 我们四大菩萨的次第 这个很重要 首先是地藏菩萨 开发自己的性德 从孝清尊师 第二呢 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从对父母的孝 延伸到对一切众生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所以我们在团体当中 这个及时关怀 那就是包含一切同仁 甚至于是我们所服务的大众 所以观世音菩萨 那就把从对父母的孝 延伸到对一切众生 所以大臣菩萨戒经 凡王菩萨戒经 里面就提到了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所以受菩萨戒 那就是要孝顺一切众生 这是观世音菩萨 第三呢 文书 实力菩萨 表示什么 慈悲还要有智慧 悲至双运 我们假如 我们假如只有慈悲 没有智慧 那你帮你的家里人 越帮越忙 变成 你为他好 可是你没有智慧 比方说 这个他很依赖你 你都顺着他 最后他越来越依赖 你跟他掏心掏肺了 真慈悲了 但没有智慧 他一直依赖你 依赖到最后 他不一定会感恩 最后你一不帮他 他会怨恨你 大家有没有遇过这个情况 你很帮这个人 突然有一次不帮了 他恨你 你前面帮他的 他都想不起来了 不要搞到最后 你付出一堆 最后还得到是别人怨你 这个时候也得反求诸己 不能说 人心不古 有一次 有一个很大的慈善团体 他们遇到老和尚 就请教老和尚 为什么我们 投入最多精力跟资金的地区 他们反而不感恩我们 老和尚说 他连他父母都不感恩 他为什么要感恩你 你要帮众生 你还要有智慧 你不只是物质上要帮他 你还要提升他的德行 要让他懂得孝道 所以这个文殊菩萨的表法 对我们是提醒 不然我本来是好心 办了坏事 有一句话叫 我不杀伯人 伯人因我而死 我这种事干太多了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 因为我常常遇到 有人找我走后门 最后团体的规矩 都是被我破了 这样你看 我反而对团体造成负面影响 所以还是要理智 要以大局为重 我也是经历了一些事情 后来觉得 还是不能太心软 比方说 我们开班 刚好有一个爸爸 他的孩子 他就一直要把他送进来 他就要找我 所以处在越高的位置 越要守法 不然团体的规矩 被你破掉了 不行了 你就没有公信力了 后来我就比较冷静了 因为太多这种例子了 你父母硬要把孩子推进来 有时候是攀缘 为什么 因为缘来讲 他是主 父母是伴 当他还不是主动愿意 你把他一推进来 他坐在底下 有时候还翘着嘴 是吧 然后听完说 又没有什么 最后他就觉得 没什么 你当他是主动的 珍惜的来 那不是远更成熟吗 所以有时候你好心 太冲动了 太执着了 办了坏事了 我这样的情况 经过几次了 我得学乖了 我就分析给这个家长听了 你这样有时候 反而是太攀缘了 跟他沟通清楚了 他可能能理解了 他就不这么做了 我们弥陀尊7月 6号到13号 是吧 有大专营啊 对不起 8月6号到13号 不对 8月16号到24号 这个代表我们弥陀尊 办了不少活动 我记得有点乱了 8月16号到24号 大专营 因为有同修啊 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他说我们进中学会 现在一进来都是老人啊 那我们得考虑远一点 这个我们得一代传一代啊 所以刚刚有个年轻人 我看才20岁左右 看得很舒服啊 我现在可以 有一点年纪了 可以感觉 当初我们三十出头 为什么老二上看到我们 都笑呵呵的 我现在50岁了 有一点这个体会了 看到年轻人来 无比的欢喜啊 尤其老二上说 不孝友善 无厚伟大 我们得有新一批 年轻的洪护人才出来 这个我们得交棒的 所以这个要用理智处理事情了 这几天老二上讲的那一句 也不止一次了 慈悲多厚害 方便出下流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那当然 特殊情况 那还是可以开源的 但是大原则上呢 不能随便开源 你要开了 又没有破坏规矩 相关的人 又得真实的利益 所以学习 有 鲁家有一句话讲 可以共学 未可与世道 共学就是大家一起学 但是学完 有没有回去做 那就看每一个人 自己的 这个用心了 你回去了 有做 可以世道 未可与利 你虽然在做了 可是你当遇到挑战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退缩 那就不是 屹立不咬了 可是屹立不咬 只是第三个境界 还有另外一个境界 叫通全答辩 可以利 未可与全 所以我们在处理事的时候 也要通全答辩 你看老婆上讲的 佛家不杀身 可是什么时候 要开戒 不开戒 该开不开是犯戒 老婆上讲了一个历史 有一个阿罗汉 他刚好在一条船上 有一个人起了不好的念头 要杀掉所有五百个商人 要把这些钱都吞了 结果阿罗汉知道了 就把这个人杀了 杀了这个人 他不照杀五百个人的地狱业 再来五百条命 没有被杀害 所以你看 每一个戒 他有要开戒的时候 就像我们学八德 孝涕忠性 礼义廉耻 有没有要开源的时候 有阿 孝 比方 父母处罚我们 要不要接受 父母则 虚顺沉 可是刚好 今天你爸爸生气的时候 手上拿了一只很大的棍子 你这个时候要怎么做 赶快跑 不然他脾气起来了 有时候他控制不住力量 所以顺王很厉害 顺王 父母需要他的时候 他就出现了 父母要害他的时候 就找不到他了 这个学得很灵活 你看 孝涕忠性 礼义廉耻 这个都是活的 你看礼 礼要恭敬 结果你在厕所 见到法师了 你还鞠躬 哇 那就麻烦了 他还要给你回礼 所以你看学东西 不能学石板 要看情况 所以这个 活学活用 而且要有智慧判断 所以文殊菩萨的表法 就很重要了 悲至双云 那第四尊菩萨 普贤菩萨 那是菩萨行的顶点 你修了普贤行 之后就成佛了 菩萨不修普贤行 不能圆成佛道 而普贤行 最重要的就是 真干 落实 还有心量 普贤菩萨的心量 广大 心包太虚 量作杀戒 你看第一个 礼敬诸佛 那个心量就广大了 对一切人事物 广修供养 没有分别的 所以老和尚 讲到普贤行 老和尚说 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 跟对阿弥陀佛 决定没有两样 老和尚把他修行的心法 河盘拖出来了 大家听过老和尚这段教诲没有 我特别推荐老和尚一个 讲我们净土中的专题 不到两个小时 菩萨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老和尚里面就提到了 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 跟对阿弥陀佛 决定没有两样 这是老和尚的心境 所以为什么 我们看好几个人 我所见到的 他第一次见老和尚 当面见到的 一见到老和尚 就一直流眼泪 到离开老和尚 还在流眼泪 老和尚的慈悲 老和尚对人的真诚恭敬 一下子触动 这个人的善根 诸位同修 你们有没有经验 人家看到你 就开始哭了 当然不是因为 你没还他钱 是被你感动了 我们是跟老和尚学的 我们要学到 他的真诚慈悲 当有一天 有一个人 看到你说 我怎么看到你就想哭 就很感动 那你学老和尚 还有音乐配合 学到位了 好 这个是老和尚的普行型 这篇光点 大家多听几遍 老和尚真的 他怎么落实普行型 落实六度万恨 虽然时间很短 那讲的真的是 现身说法 和盘透出 好 所以这一句 延伸到对一切人 很重要 不只是对父母 首先延伸到对老师 对我们的领导者 因为领导者 信任我们 互念我们 栽培我们 人世间 没有一件事是理所当然的 都应该要感恩 那怎么关怀呢 东则温 下则静 沉则醒 昏则定 就是体恤 对方 身体的需要 其实这些句子 就是让我们具体的 养父母之身 体恤得很细致 再来养父母之心 后面有一些句子 因为你这么做了 父母的心安 还有你主动参与 这个是什么 这是养父母之志 你满父母的志愿 比方老和尚很重视 汉学的沉船 我们主动参与 有一些地区 办夜学 晚上开课 社会大众 想学传统话 都能来 这个首先 是校长职工会发起的 尤其李津华校长 他是基督教徒 他对弟子规的弘扬 真的是不遗余力 他现在退休了 都七十多岁 比他还没退休的时候 还认真 这个真的都是 我们教育界的老前辈 他去了炉江 回来了 他就办夜学 办了多少年了 十六年了 零七年回来 他们就开始做了 师长的志愿 包含我们进中学会 我们所立定的这些志愿 目标 我们都是主动参与 那会长一看到你们 哎呀 善哉 善哉啊 很感动啊 满父母愿 及时参与 满父母愿 所以养父母之 身心愿 志愿 还有会 所以这里有 及时劝谏 养父母会 所以传统话 没有余孝 父母不对的时候 你不能顺着他 你还要护念他 清有过 见死根 宜无色 柔无身 你包含 我们现在 像陈德 出来教学 我不是从小学的 我二十几岁才学的 我要改掉 二十几岁以前的 这些烦恼习记 那可是个大工程 所以我曾经遇过同修说 那时候还没出家 蔡老师 你讲什么 我都相信 我一听 你别害我 我讲的跟老和尚 跟经典不一样 你要提醒我 你一定要提醒我 不然到时候我多地域 我会跟 颜柔瓦尔说 你没有提醒我 当然这样讲 有点不对 人家不提醒我 我还要返求诸己 是因为 我的态度 让人家不敢提醒我 所以 闻过心 质量心 闻欲恐 闻过心 质量是见相情 所以当老师 当领导 在这样的时节因缘 因为我自己 也不是从小学的 我们应该让 学生 让下属 他要提醒我们的时候 没有任何压力 跟顾忌 我们要营造 这样的氛围 出来 不然 我们 位置高 因果越重 都没有人提醒 下错了一个抉择 这个因果 我们得背 所以这个是 团体的氛围 能够 大家 执行 是道场 都不是自己 情绪 感情用事 一心为对方好 一心为团体好 执行 是道场 无虚假 顾 没有虚假 没有应付 你今天 领导不对了 你袖手旁观 这个不真诚 应付应付 这样不对的 能够 团体当中 真诚相待 坦诚相见 这执行是道场 好 那这个 及时关怀 养父母身 这里 轻有急 要先场 昼夜事 不离床 包含我们的 同仁 他们的父母 生病了 我们了解到了 我们去关心 我们能做得到的 我们尽力做 比方 我们了解到 像 英国汉学院 哪个同仁 父亲 生病了 那我们每一天 早晚课 给他们做回向 这个就是 关怀同仁 关怀他 很轻的 轻人 当然 这个还是 有一点规定 不然到时候 亲家五十 朋友六十 什么 通通写来 你就念那个回向 我们就 念老半天 还是有一个度 我们是 带动风气 是吧 我们来关怀 我们自己团体的人 直系写清 这些关怀 有一个度 那这个 还有 凡事人皆需爱 这个都是 及时关怀 是诸父 如是父 是诸兄 如是兄 这个关怀的力量 很强 像 我们马来西亚 的校长 到卢江去 我们的同仁 观察细微 他早上起来 看到那个枕头 是有叠起来的痕迹 他就想到了 应该是 这一个校长 习惯睡高的 所以当那个校长 去上完课回来 看到两个枕头 摆在那里 这个校长就很感动了 就是我们的关怀 很细致 你这个团体就 觉得 彼此都是 这么关心 心里都是暖暖的 大家就 凝聚力就很强了 这个第一 那我们能够 这样及时关怀 我们的心 就能够 常常存着 孝敬感恩之心 好 而且这种 其实关怀 我们这种 有一个词叫做 眼力静 你常常关怀别人 慢慢训练出来 很容易看到 别人的需要 这个是服务人的 基本能力 好 所以我们也会 一些年轻人 他们要回家了 我们让他 列一个行效计划 真的去实践 他们回去过年 回来了 让他们分享分享 他们怎么关怀父母的 第二呢 即使汇报 安父母心 出壁故 反壁面 老儿上要出国以前 跟老师汇报 看看老师 有没有什么提醒 回来了 又去见李秉兰老师 让老师知道 我回来了 顺便看老师 有没有什么指导 这个老师 碰到这样的学生 这个学生 很恭敬 很听话 那像我们 这个到哪里了 跟父母打个电话 同样的 我们在团体里 出任务了 到了哪里了 比方 到国外去 打个电话 回来 方会长 我们到了 不然他说 哎呀 这个飞机 关心一下 就是难免 这个父母啊 领导啊 他还是挂一个心 你懂得及时回应了 甚至于呢 我们要到一个地方 你提前 十五分钟 半个小时 我们差不多 在几分到 你让 接你的人 他心里很有数 很充容 不要呢 都没有打个招呼 突然 登出来 我来了 把人家吓了一大跳 好 这个 即时汇报 安父母心 事虽小 物善为 果善为 只道亏 你都还没有汇报 就冲了 就做了 那很容易 做得不妥当了 就很难收拾了 所以这个孔子有说 最不欢喜哪一些人 因为呢 这些人会搞出大问题出来 物果敢而自责 就是他做事 很拼 很冲 可是他很多事里不通 然后又一定要这么做 又没有即时汇报的态度 那会出事的 所以 这个干部 一定要有这些基本态度 不然会出问题的 但是问题是 你要从他进来 就让他形成这些态度 以后他负责工作 就不会出这些问题了 所以我们做领导者 出问题了 自己有没有责任 有 我也是常常跟同修们 在交流的时候提到 我们不要用一个人 他出问题了 通通通通都是他的问题 他这个主管出问题 一定是我们在互念的过程 有不足 不然他不会这样 我们不能遇到一个事 全部责任都推给他了 好 好 当然 这个下属在汇报的时候 这个跟他的互动 也不要只是变成 他只是来给你要一个答案 好不好 那他就 变成好像一个请示的机器 他不会思考 你要问他 你说呢 你怎么考虑的 你有没有方案 你觉得能怎么做 他有思考了 他在这个工作才能慢慢提升 然后 你从他的考虑 你就可以给他一些指点 你可能考虑的角度不够 所以这个 跟下属互动 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 即时劝见 养父母慧 见不入岳父见 善相劝 得接见 过不归到两亏 其实这七个即时 你看都是培养我们的真心 你看即时慧报 是心存 沉静 体恤的心 即时劝见 心存 恭敬 成全 互念对方的心 第四 即时回应 顺父母意 父母呼应勿还 父母命行勿揽 那这个我们就要赶快去做啊 你不能拖拖拉拉的 还让主管来盯我们 那他就挂一个心 挂心是很好能量的 这个领导找我们来做事情 是让我们来分担的 不是让他还要挂我们 那么多心 所以不能拖延 所以不能拖延 三段 这个按部就班 去做 我们这种做事的态度 行污染 那 领导把工作 教带给我们了 他就感觉 klimat 分忧解劳 父母教需静听 父母则需顺尘 这一点也挺重要的 心存恭敬反省之心 今天领导提醒我们 你哪里不妥当啊 我们听完之后 要不要做一点回应 会长谢谢你今天提醒我 阿弥陀佛感谢 举一个功这叫回应 有时候我们带年轻人 给他讲半天 他一直眼睛看着我 也没什么回应 我都不知道该继续讲 还是我看 该停了吧 他连个点头都没有 是吧 你点头也是回应 点头代表 我们讲话他有在听进去 一听从头到尾 老师领导都不大敢讲 回应很重要 我们今天没有那些回应 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到位 有到位了 其实要做这些事并不难 甚至很自然 你有接受别人的互念劝谏 你一定会谢谢他的 你没有回应 可能心里面想 给我记住 这样就没福报了 福在受见 接受别人的提醒 再来 即时参与满父母院 亲手号立位聚 兄道友地道工 分工不分家 有需要的时候 都过来帮忙 有时候 难免会出现 不同部门 工作量不一样 是吧 刚好最近这个部门工作比较多 其他的部门 在那里 扇扇子 你看人家在那里忙 什么感觉 人家在那里抬东西 大颗颗 小颗颗 这个太不合情理 当你忙的时候 这个部门忙 其他部门 你都没讲 他就过来帮忙 那心很温暖 分工不分家 即时参与满父母院 极有能勿自私 好 第六 这个 即时参与 就是心存责任 承担之心 真的有需要了 我都会主动去帮忙 第六 即时请教 掌养谦德 我们也常常跟 团体的 新来的同仁讲 你来了 relax 我念得不标准是吧 放松 不懂就问 不会就学 错了就改 你跟他沟通这些 他不会压力太大 怕做错事 其实一个氛围是 影响每一个人 那这个 即时请教 事虽小物善为 心有疑 谁杂技 旧人问 求确议 能清人 无限好 所以心存 谦卑 好学之心 其实这些 经据 教诲 都是当我们 突破习气 你看 即时参与 突破 太自私了 即时请教 突破傲慢 突破自己 退缩 有时候 有时候 要问问题 不敢问 鼓起勇气 又说回去了 好几回合 有没有哪一个同修 很怕问问题 今天就是突破 最好的 时刻 今天磁场不错 好 所以这个都是突破 第七 即时确认 不认己见 认己见 魅力真 这个见未真 勿清言 知未地 勿清传 不能 我想 可能 怎么样 我觉得 会怎么样 你这个习惯 铁定会出事的 因为我们想 有时候跟客观的情况 不完全一样 甚至于你所考虑的 他有 其他的情况 已经 出现了 你又没有及时确认一下 到时候 落差就出来了 这个企业界都说要 double check 代表 这样比较 谨慎 稳妥 所以 确认 你不要马上去答应别人 随身 带着小本的 行事力 你 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空 这个弥陀春 我们常常办课 你要答应别人 以前要看一下 有没有已经排其他的事了 不然一答应了 古轻诺 净退错 都要及时确认的 甚至于是 随身带一个本子 你只要答应别人 要记下来 不然很容易忘掉了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其实这些 也都要养成一些好习惯 好 七个及时 其实七不是数字的意思 是我们学习到了这个心境之后 举一反三 及时沟通 需不需要 有时候你不及时沟通 对方一误会 甚至已经哭了三个小时了 那你都没有及时去沟通 那自己就惭愧了 及时安慰 他刚好家里有情况 你这个时候打个电话过去 他刚好 父亲刚走 接到我们 这个干部 父亲刚走 接到方会长 你要念佛安定 这个时刻 对你父亲很重要 他听着听着 眼泪都流下来了 会长真像我的 像我的 家里的长辈一样 这么爱护关心 这么重要的时刻 所以这种及时安慰 及时的这些动作 其实非常重要 什么事情都有时节因缘 这个时候及时掌握住 好 那当然 这个七个及时 我们进一步 可以落实在哪里 落实在我们办活动当中 落实在我们办公室里面 落实在我们开会里面 落实在我们接待客人里面 落实在我们住的寝室 落实在我们的教室 这些都有具体落实的地方 解 七个及时我们一起学习 结了 接着呢 行 落实下去了 好 那 这一节课 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有没有要突破 不敢发问问题的 我好像又形成了 让他更不敢发问的气氛 这个还是我不够敏感 这一位同修有请 陈德法师 你好 这位法师 这位会长 同修大德们 早上好 墨学这边有一两个问题 不关于今天法师所说的 六合金 基纸规等等 是关于我们未来社会的趋向 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在西方杂志里面 有看到 现在西方人用某种的方式 好像我们知音 用血人练的指引 会知道 一个人 会生病 好像他们的 忠者是这样 想要保险公司 这个人是练出来有病 从他DNA的指引里面知道 他们就不会给某种人投保 等等 这也包括有疑症 好像是那种精神病犯的人 请问法师 这个看法在佛法里面又是如何来探讨 第二问题是这样 墨学本身也是在某种云源下 有一种很奇怪的兴趣 因为本身对某种云疾症 我也是根据中国古人的一种方式 好像西方人是想看他们DNA来分析 中国的老祖宗 他们是以他们的人神的密码来分析这个 这个跟西方的比较 以佛法来说 这个又如何能够比较 还是分析哪一个会比较全面化 或是比较稳健 因为墨学本身对这种犹疑症的人 他人生密码 墨学会知道一二八了 也是一种很奇怪的机缘 我会探索到 也是不可以说是知道很多 因为当初墨学还没有学佛的时候 在2004到2006年前 看到一本老法师所说的那本 《安南问世佛及雄金》 那个视频我也是看到完 他的书我也是看过一两次 也觉得佛弟子是说要探索这个东西 佛是不鼓励我们佛弟子 看还是探索这个信息 只是墨学有一种信息的时候 就是自己再找点资料来看 觉得会有关系 同学您贵姓呢 我是来自佛容金中学会邓玉华 邓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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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问一下您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您提到保险 投保 现在投保有什么跟忧郁症有关吗 他们可能不接受那个人的投保 这样前行 佛法在这个看法又是如何 第二就是讲 有意证跟人的 跟他东西方的比例 这两个问题我了解了 感恩法师 谢谢 阿弥陀佛 这个 当然保险公司他一定要评估 他自己的利益 因为忧郁症 他的情绪就不容易掌控 那他假如不容易掌控 他会出什么情况 那当然保险公司他就会考虑 出什么状况我得赔啊 那他就会有这个设想 所以这个是 保险公司他站在 他自己要经营 他的利益的一个角度上 他当然要关心这些情况 当然从佛家的角度 那佛门慈悲为本 那我们要去帮助众生 我们刚刚说要有智慧 悲至双运 中医 他们有一个观念 不治已病 治未病 群书是要叫什么 不治已乱 治未乱 就是你什么事情啊 要防伪度见 团体要防伪度见 身体健康要防伪度见 所以要重视养生之道 皇帝内经就是教我们 怎样长寿之道 你不能等有病了 再要来医了 那就比较晚了 那现在啊 这个邓居士提出来啊 这是我们所有佛弟子 都要重视的 因为这是未来社会 不要说未来 现在社会就是了 面对很大的一个情况 诸位同仁 你的亲戚朋友里面 一个忧郁症都没有的请举手 大家看到没有 一个人忧郁了 很可能会影响他一家人 所以诸位同修 我们是学无量寿经的 心大悲 明有情 眼慈变 受罚眼 于诸众生 失落自己啊 我们现在去想一想 假如 这个当父母的人 他的孩子是忧郁症 你看这个父母有多着急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 为众开法杖啊 广施功德宝啊 因为忧郁症是心病 心病要心要医啊 而忧郁症 行程 要多久的时间 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月 两个月啊 长期 甚至于是 家庭的影响 甚至从胎教就开始影响了 所以当我们对大众在讲 传统文化 伦理道德 这是帮助解决忧郁症啊 你看他当父母的人了解了 他在孩子面前不吵了 懂得夫妻相处了 他的下一代 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一个孩子成长过程 父母每天吵吵闹闹 都闹离婚 那个孩子每天很担忧 他小时候就这么 唧唧唧唧到最后 十年之后他就发作了 那不管是东方的理论 西方的方法 只要他讲得合理 这个都可以参考 尤其佛门有一句话讲 万法因缘所生 你看佛讲的话 他一句话就包含一切了 其实不管是东方西方 现在建议忧郁症的方法 他一定是能分析出 他的因在哪 缘在哪 你才能对症下药啊 比方分析到了 跟他家庭成长 他心里面很多阴影 甚至有怨恨 那你得把这些东西 把它解掉啊 不然这些东西 一直放在心上 他看到什么人事物 通通联想 他那些不好的回忆 一直在那里重复了 所以既然是因缘生 不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所以我们就要 多管齐下去处理 首先 身体有关 忧郁症的人 他的阳气已经很衰了 你要把他阳气提起来 所以带他出去晒太阳 晒太阳补阳气了 忧郁症的人都不肯出门 因为他的心情解不开 他就会比较倾向于 守在家里了 你常常把他带出来 又看到那么多榴莲树 是吧 心情比较愉快了 所以晒太阳 多运动 动身羊 散身羊 带他来做义工 洗身羊 你要多笑给他看 然后多讲一些美好的回忆 让他听得很欢喜 洗身羊 还有去做治疗 你比方 他的经络一定不通 因为他的心情 一定会慢慢影响他的身体 身体又恶性循环 影响他的心情 这个时候可以做调理 当然要找好的医生 来调理 有一些 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 他好一段时间 晚上睡不着觉了 熬夜 阳气会越来越衰 所以从身体的角度 要调理好 结果他说 他去医生 给他百慧睡 一扎 他昏死过去了 睡好长 就是有助缘 这些医生 助缘 帮助他 从症状上 从根本上 多管其下去帮助 这身 当他调了之后 觉得身体比较舒服 他会有信心 从身 从心 心上也要下功夫 把他一些不好的情绪 能够抒发出来 还有灵性的问题 因为这个应该 跟他的业力有关 所以可能 帮他力排位 超度 这些有缘众生 还有放生 这些都跟灵有关 他多念佛 多精进 多回向 现在都要多管其下 双管不够 因为冰冻 三死非一日海 都要全面 能使得上力的 要多管其下去做 好 就以这些 一些原理原则 供大家做参考 好 我们有一个同修 举手 他可能是 有处理忧郁症的经验 大家阿弥陀佛 神仙法师 你好 吉祥 会长们 法师们 同修们 你好 我是谁 这些 黄凤一三人到 从那边入手 因为黄凤一三人是讲三戒 五行四大戒 心理疗病法 这个由于政略是从五轮里面窥到来的 就是说刚才有分享那些都是有的 在于这些就是说家庭夫妻不和好 吵闹这些都是在那边来的 还有父母的孝道跟夜母夜父的孝道都有 跟兄弟那些都有关系到 就是说夫妻有别 父子子孝 有些资料我可以分享给他们 好 谢谢 感谢这位同修 他也提出来了 谢谢 我们有亏我们的本分 他会形成负面的业力 我们敬了本分 那你这个浩然正气 所以这个古圣先贤 包含老和尚也是都特别教导 五轮大道 不能亏了自己的孝道本分 那王善仁他也是提到这方面 这个媳妇有媳妇道 这个姑娘 当女儿有这个姑娘的道 这个都是更具象的 把这个轮常应该怎么去做 所以师长的经教 也是都在教导我们这五轮 怎么样去经营 所以这个 我们说多管齐下 因为你亏了本分 自己的心跟灵 都会受一定的影响 那当然 就是病 跟我们做错的事是有关系的 就好像说人该做的没有做 他心里会不安 或者他做的错事 他也一直会有良心的谴责 这个对他都很不好 忧郁症 就是他会容易 看什么事都消极 负面 沮丧 而且尤其是那种 对自我的 自责 哇 那个很痛苦 所以老和尚讲了 怀疑 山崩地陷 就是他一直否定自己 那是很痛苦的 你要跟他沟通的时候 让他有信心 他真的有错呢 你让他把那个错 忍悔出来 忍悔出来 忍出来 这个对他的 身心的帮助很大 你们有没有看过 有人刚好听完课 或在做三十系列 突然认知到自己的不对 痛哭起来 我见过 哭完之后 你可以明显看到 他的气色都不一样 本来暗暗的 他忍悔痛哭完 脸色有点光亮 所以老和尚讲经 让我们明理 明理之后知过 悔过 这就是忍悔 进而能够去改 这个都能慢慢 他的情况 就会改善过来了 好 我们真有耐心 我们随远妙用 是吧 你说 遇到这个情况 还能妙吗 可以妙啊 为什么 现在这样情况的人 那么多 你能护持一个人 你以后就可以 给人家献身说法 妙用啊 第二 威仪住持 有责得 你要护念他 你得让他福气 你要以身作者 再来 一有机会 柔和直直 设身得 安慰他 鼓励他 再来 普代众生 受苦得 你要有耐心 陪伴他 你不要 怎么又来了 你要 做完 不落痕迹 因无所住 他再来找你 还是很真诚 不能有不耐烦出现 菩萨士德 好不好用 随时可以用 你面对任何一个缘 都可以用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